我们今天要来看 3的倍数的判别的规则和它的原理 一个数它是不是3的倍数 我们最简单的判别方法就是 把这个数除以3 比如说这个790我把它除以3 除得进就好 其实我不要把795除以3 我只要把7加9加5 这三个数字加起来 这样数字比较小是21 21被3除除得进 所以我就知道795是3倍数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795你把7加9是16加521 21呢 这个21能够被3除进 所以它是3的倍数 其实你可以把2和1加起来是3 再除以3除得进就知道了 21被3除得进 795就是被3除得进 所以我们只要把数字加起来 两个数这些数字加起来 除以3除得进就是3的倍数 那我们可以把795的判别 变成21的判别 或者21把2加1加起来是3 3被3除得进 所以3就是795就是3的倍数 那我们随便写一个 63 5 7 是不是3的倍数呢 我们只要把6加3加5加7 加起来看13的倍数 是不是3的倍数 6加3是9 9加5 14 14加7 14加7 也是21耶 那他就是3的倍数 因为21 2和1加加是3 就是3 所以只要我们有一个数字 我把它的这个数字 每一个字加起来 除以3除得进 就是3的倍数 我们底下来看呢 就是他的背后的原理 背后的原理 3的背后 3的倍数的原理 当然我们可以做9的倍数 我们等下在这里按这个就可以 那我这795了 我可以随便打一些数字进去都可以的 我们现在就用795当例子 来看看 我怎么样知道 7加9加5 如果背3除得进 就是3的倍数 好 我们要来判别一个数啊 是不是能背3除进呢 最基本最简单方法就是 你把795个东西拿出来 3个3可以数 数得进 数得完 正好数完 它就是3的倍数 那我们呢 有一个方法啊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给大家介绍 它的原理 为什么是7加9加5啦 好 除以3这样子 好 我们就开始 然后我们取得数学版 我们取795个东西 我们就用数学版来代表这每一个东西 那我拿的是7个100就是7个100 这是9个10 5个1 这合起来就是795 我要一个一个数 三个三个数呢 数看看数得进数不进 那我们的方法呢 就是一块一块慢慢数了 我们的方法呢 我来数100 把这100个100个东西拿出来数 数百呢 把这100个拿来数 1234123123123 哎呦 我按这个合并 我的分解 他这样分解就把三个三个放成一堆啦 那只有这一个剩下啦 所以我三个三个一数 100个三个三个一数 就剩下一个啦 有一个没有 就数不进了 还有剩下一个 那我现在呢 把这一个拿到底下来 上面的放那个三个三个一数 能够数得进的 剩下的一个 这个没数的放在底下 好我就把它余数拿出来 也就是说呢 我把100个拿出来 上面是数得进的 底下是还没数的 数不进的 余下来的 把它放在底下 同样的 我把这每一个100都拿出来 哎 这100个上面数 三个三个数 数得进的 其实99个啦 除以3余1就是了 就是剩下一个 继续拿 把其他的通通拿出来 哎 上面是放的是数得进的 底下是还没数的哦 还没数的 等全部我们数完 再来继续数就对了 好 我们现在拿十个十个来算 十个十个拿来 这十个 三个三个一数呢 十除以3嘛 余1嘛 那我也可以用分解的方法 三个放一堆 三个放一堆 剩下一个 所以十个一数呢 三个三个一数啊 十个呢 就是剩下一个了 我把它分开 哎 底下呢 是没数的 上面是三个三个一数 数得进的哦 好 把其他都拿过来 把那个 三个三个一数 数不 数不进的 剩下的放在底下 好 继续 所以我们有数上的方法 你看我这样数数数的话 哎 这些数了 这些是还没数的 对不对 那这五个呢 也把它放过来 数一 把它全部放下来 因为他们没有三个三个一堆嘛 放在这里 所以我现在要数的时候啊 我要看三个三个一数 数的一数不进 我只要数上面的 再数底下的就好 如果要三个三个一数数得进 就可以 那上面的数完了 我们知道他数得进啊 底下这个数的 我可以三个三个一数哦 那就是三个 这三个一数 对不对 这三个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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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好数得进耶 所以我们知道795倍三 除 除得进吗 除得进 因为三个三个一数 他数得进了 那我们呢 来看看 这些 刚才说这些数得进 我其实不用再数 我只要数底下就好 对不对 数底下我也可以 有一个方法 我把这些数量全部加起来 看看他总共有几个 我把这个先擦干净 然后看看底下就总共有几个呢 我来看数量 这个数字795啊 正好跟这一模一样耶 为什么会一样呢 因为你100个的时候 7个100嘛 那你都剩一个就剩7个嘛 那9个10嘛 10个10个一数的剩下一个嘛 所以有9个嘛 那5个拿下来就5了 所以7加9加5呢 如果倍三除得进 就是3的倍数 对不对 所以我要看底下倍三除得进 除不进 我一个一个数可以的 也就加起来除以3 加起来是多少 他加起来正好是21耶 21 21除以3除得进了嘛 所以我全部三个三个一数 就数得完 所以我们用数算的方法 就可以来判断 他三个三个 一数数得进 他就是3的倍数 那我们就也是可以 照我们刚刚的方法呢 7加9加5 加起来除以3除得进就可以 其实7加9加5是21 21倍三除得进除不进 我们就2加1等于3嘛 那3除3除得进嘛 所以我用21来除以3 看除得进除不进就好 也可以把2加1除以3 2加1是3除得进啊 所以他就是3的倍数 这就是我们基本原理 我们刚才介绍的是说 把一个数拿出来 随便什么数都可以 然后你把这个数加起来 除以3除得进 他就是3的倍数 那你本来795除以3 数字比较大比较难除 那你7加9加5呢 变21 除以3就简单一点了 如果你还嫌这样太麻烦 你把2加1除以3除得进 就是3的倍数 所以我们要判断一个数 是不是3的倍数 只要把它的每一个数字加起来 除以3除得进就是3的倍数 除不进就不是3的倍数 好我们底下来看看 如果我们来看看 这样的话我用除法就好了 何必这么麻烦 虽然简单一点 但是我们没必要 我还是可以做得出来啊 那如果我们给大家看看 一个简单的应用 这个问题 400多少10多少9 4不3的倍数呢 我就很难用除法了 因为4x9 这个x多少呢 我不知道啊 但是如果没有刚才我们介绍的方法 4加x加9 看看是不是3的倍数嘛 4加9是多少 13 13 除以3 于1嘛 所以我x只要2的话 我就知道 它可以被算中 我只要用2 就可以 429 所以我的x可以是2 我也可以459 为什么呢 459 你数字加起来呢 也是4加9 9加9是8嘛 除以算除得见嘛 那还有一个呢 489 加起来也是倍数的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x可以是2 也可以是5 也可以是8 那我们这是它的简单的应用 这是我们跟大家介绍 3的倍数的判别的规则和原理 用数算的方法来看它 是不是3倍数 数得完就可以 那数得完的方法呢 其实就可以推导出来说 你把这个 每一个位数 7加9加5 加起来除以3就好 那加起来21 21是不是倍3除得近呢 你其实也可以2加1再来算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3的倍数的判别的规则和它的背后原理 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如果把它解成代数式子推论 那它就是一个证明 这是我们跟大家介绍 3的倍数判别的规则和原理 我们也可以来看 9的倍数判别的规则和原理 我们下次再跟大家讨论 3的倍数则和原理